日常生活中 我們產生的廢棄物 你會怎樣處理呢 當垃圾這樣丟掉它 其實經過適當的分類 就可以變廢為保 今集為大家介紹一個 回收的好去處 環保加分站 你好,Maggie 你好,Lala 歡迎來到環保加分站 Maggie,我看到加分站 有很多不同的回收服務 對,我們有環保分支 減費回收朗滿分活動 回收1至6號膠、子類和鋁罐、鐵罐 除此之外還會回收玻璃瓶、 廚餘、電池、鋼管、舊衣 和小型家電 配合一些節日 亦有特別的回收活動 例如禮事封回收和月餅盒回收 與此同時 加分站亦提供不同的環保政策 和資訊給市民了解 還有不同的環保舒適和影片 而且集內不少的設施 亦是回收計劃重用的 例如工作人員和市民使用的電腦 是電子及電器設備回收計劃回收 一些電腦的椅子、傢俬 亦是回收後經過花生使用的 我還知道加分站會定期舉辦不同的活動 是的 我們會透過應用互動遊戲 種植體驗、繪本渡渡等多元化的方式 令參加者更了解各個環保議題 例如飾食、源頭減費、乾淨回收、水資源 和低碳素食等等 例如利用紙皮箱和日常生活的棄置物 製作成玩具和節日的裝飾物 鼓勵參加者意識到身邊資源的可述性 珍惜生活中的資源 所以環保加分站 真的不止一個回收的好去處 而且還是一班環保人士 共同實驗理念的地方 有些書本分類 因為有些棉的書封面會比較好 令棉是雜字棉 但它的書身是一些書字 所以我們要把它分類 而且有些書會有釘 我們要把所有的釘起出來 因為若非在回收中 會對機器有損壞 所以我們需要把這些釘分開 然後我們會分類 書紙、紙皮為一類 雜字、紙皮為一類 和普通書紙為一類 其實加分站 從開始到現在回收的人數 和人流量其實是越來越多 市民做的其實都是做得越來越好 從一開始不熟悉的回收標準 到後面其實大家都已經做得越來越好 甚至來到回收站 其實也不需要我們再幫它 做篩選或檢查 都已經可以直接進行回收 市民其實很多 義工都有 因為義工是我們後面慢慢 逐步開放的 其實時間久了 都有一批固定的市民 基本上每天都會久過來回收 其實附近街坊比較多 甚至要跟我們回饋 例如這區有很多紙皮 其實可以說 其實有些回收品 希望我們去回收 其實他們也有很多建議給我們 盡量不要浪費 不要浪費資源 可以用的東西也不要浪費 可以吃的 一些用的東西也盡量 可以用到它全都盡了 我耳機壞了 但又不適合地會 因為地路是怕經驗環境 我們知道這裡有個設施 可以幫忙做回收 在英國的地方做回收 我回收的話 市民主要是分類 子類和膠類要進行清寵 罐類會分類 雷罐、鐵罐,數個數 之後再記錄 之後會跟我們同事說 然後拿積分卡 我們登記了之後 就會把積分進去 然後市民就可以開始自己進行分類 一開始開站的時候 就有個爸爸和他的一個女 然後他就像聖誕老人一樣 揹著整個大袋 裡面甚麼都有 他們不知道 或可能以為紙巾、飲管 那些都可以回收 裡面就是甚麼都有 而且都比較骯髒 裡面也有一些小昆蟲 之後我們每次來 我們就會教他怎樣分類 例如跟他說了最簡單的 一定要分為子類、膠類、罐類 罐類這三樣 他們每次來都是有一個進步 到現在可能都來了 已經接近四、五個月 他們已經是完完全全可以做到一個 在分毫、曬類、整乾淨的 過來我們清寵回收就可以… 曬職分就可以這樣 我覺得是一個… 是教導到人 是他們真的有吸收到我們所教的東西 就覺得很有成就感 其實是因為之前要有一些貪圍活動 製造一個扭蛋機 根本就是我們一樣的材料都沒有買到 就是真的用一些紙皮去搭建成 然後再貼一些包裝的紙在上面 但那些紙都是… 有些都是市民拿來做手工 然後他們用剩下的紙貼上去 就覺得很有意義 整件事就是… 可能扭蛋機裡面的那些蛋 都是一些市民拿來回收的 然後裡面我們會放一些紙 裡面有些問題,都是關於環部的 例如我們的飲水機是有甚麼用 或者是我們交通機可以回收甚麼 他們就會提起一些問題 就是要清楚原來是有這些用處的 或者是甚麼 就是玩的遊戲形式 可以傳達到一個環部的理念 最希望都是小朋友可以 從小的培養起這些環部的衣食 環部交分站 Maggie,交分站原來真的很受歡迎 對,我們希望透過環部交分站 落戶社區可以更好推動 和方便市民參加減費回收的工作 目前我們環部分的會員超過2萬人 未來環部局會透過不同的書傳 和社區活動 推廣多樣的環部信息 推動更多市民實踐環部行為 目前共有七個環部加分站 分別位於夏環、石排灣、台山、青州 又看永寧廣場 望夏以及坦仔黑橋街 想要實踐環部的你,記得記住 我們希望透過出發表宣傳 請轉換1至6號調查 還要視乎一位標籤 也要視乎一號調查 聚會吸引入1至6號調查 家裡的洗澡液、洗手液等類 三號膠主要是裝上消毒液體 一些比較膚色性較高的膠瓶 四號膠通常都沒有標籤 但可能是我們本身擺衫的果網 保鮮紙或啪啪紙 那類都是四號膠 五號膠一般是外賣時 裝一些叉盒、手搖杯 六號膠有飲品瓶 還有裝飾物盒的膠盤 都要留意標籤 不同地區也有不同的標示方式 大家可以看一看 最後我們的雞蛋盒 無論有沒有標籤 都可以拿到環保回收點 或加分站回收 我們在台形召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